如果把埃菲尔铁塔拆下来融了 练出一个铁球 请问这个铁球有多大呢 不要查资料 请在以下选项当中做出选择 A直径100米 B直径50米 C直径25米 B直径12米 给你一些参考 此铁塔底部宽125米 高324米 那么请在留言区里面写下你的答案吧 正确的答案是12米 是不是很夸张 还有更夸张的 想象一个圆柱 它刚刚好能够把埃菲尔铁塔给造住 好 那么造在它里面的空气的重量 都已经会比埃菲尔铁塔本身更重了 还重的不少 大约重了2700吨 所以要解剖学家赫尔曼冯麦耶 在19世纪50年代一直在对骨骨 也就是大腿骨进行研究 由于骨骨在水平方向延伸至宽臼 使得关节承受的负荷偏离了中心 那关节是如何处理这些偏心的负荷呢 研究发现由于骨骨头部存在一种名为小梁的骨骼网状结构 我们把它称之为骨小梁 就让负荷得到支撑了 这个研究恰好被麦耶的同事 当时正在为一种新型的功能强大的起重机设计 库斯明响的工程师卡尔·库尔曼看到 他立马就意识到 这些骨小梁的结构呢 与他们所承受支撑负荷产生的硬力和压缩线完全相同 这就意味着骨小梁正好形成在支撑所需要的位置 这不就是同样需要支撑负荷的起重机要的结构吗 因此当库尔曼回到起重机的设计上时呢 他发明了至今仍然在使用的图解净力学 一种用图形来表示推力和拉力的新工具 一座最大限度的减少材料使用的高塔屹立了起来 并且还巧妙地利用塔身的曲线 将锋利制造的倾斜力呢 转移到了坚固的地基上 是仿生建筑的一次巨大成功啊